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近日发表报道 错误引用了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和政治学教授马若德的观点 指他称在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 会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引起马若德本人的抗议和海外舆论的批评 那么《环球时报》日前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错误引用马若德的观点 这一事件引起海外舆论 对于中国媒体信誉的广泛讨论 好 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 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郝晓明 郝教授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环球时报》错误引用了马若德教授的观点 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 郝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因为在本月10号和11号 北京大学在召开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那么邀请了大概有50多位国外的专家 包括国内的这些专家 一共400多人 主要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问题 和包括中国的问题的相应的问题的讨论 那么其中也有几位重要的人物了 那么在美国请的那个除了耶路大学 那么比较著名就是哈佛大学这个马若德教授 那马若德教授其实本身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 他是研究这个中国近代史 特别是文革这些的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个专家了 那么在会上他发表的言论呢 其实他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有多大影响 提出了很多疑问 他在谈论当中也提到了一些关于文革 六四啊以及官方气不想等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以这个整个大会的腔调实际上有很相反 他做的是个阻止发言了 那么这个报道呢 他其实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的一些提问 或者疑问来讲 并没有被媒体抓到去报道 而反而是出现了这个环球时报 关于说他讲这个中国梦呢 是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而且是这个对世界人类做出贡献的一个提法 这个提法呢是他根本没有讲 所以这个报纸上基本上是 应该说是完全是自己编书编段的一个故事了 好的 那么昨天呢 我打电话给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 请他上我们的节目呢 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胡锡进先生表示呢 他不变上海外媒体的电视节目 但是他表示这是一个孤立个别的事件 属于记者错误领会学者的观点 他说呢环球时报已经就此发表了道歉声明 他希望事情就此过去 但是许多观察人士指出 这一事件呢并非孤立个别的 而是时有发生 更有人尖刻的认为呢 中国媒体呢 自娱自乐 是他们一贯的这个作风 那么郝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发生这么一个事故来讲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性的错误 那么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错误 既有它的这个必然性 有它的偶然性 那么从必然性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这种错误的出现和中国整个媒体 这个现在这种工作态度 以及对这个他所承担的义务 基本上一致的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媒体来讲的话 他在整个报道中国 以及在中国国际事务当中 完全是以一面的方式进行报道 这个本身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讲 本身就是不是一个客观公众的态度 来去报道这个事件 所以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这个很多记者呢 就是不光是讲重置的原因 也有商业的原因 他们会为了这个 想说出自己某种的话 会经常把一些错误的观点 或者一些不同的观点 掐在别人的这个观点当中 或者是没有无中生有 这种事情都会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中国媒体整体来讲的话 是存在的这个 怎么做到客观公正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有很大差距 那么这个记者呢 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了一种观念 就是说为了这个报道 达到某种政治 或者是经济利益的考量 他可以有选择的去报道 就是不是一个全面正确的报道 从这点上 他还有一定的原因 那么我们说他是偶然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错误 有点错的稍微过大了一点 我不认为他是个技术性错误 你说他是一个孤立个别的事件 当然从这种事件来讲 就这句话来本身 他是唯一的 并没有其他很多媒体报道 这个关于马罗德的报道 能有同样的错误 但是作为这个事件来讲的话 应该某种意义来讲的话 他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讲 这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就是说这个完全没有事实的编造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媒体 我最近在中国媒体也做了很多年 那么通常媒体的基本上不太讲假话 当然他不会讲全部的话 这是基本中国媒体的一个特点 那么到了今天 犯到这么大的一个错误来讲 应该是说 这个也是比较偶然的 应该不应该说是说 这个记者是有组织的 这么有规模去做 我觉得他们这个记者来讲 本身的自己的素质 以及他的经验来讲 都还是有很大差距了 好的 我们感谢国际传媒信息学的 郝晓明教授 在新加坡来接受我们的采访